台湾对佐 十二 日中午以一笔七输给古巴 前进东京梦碎 让全台民众感到相当惋惜 为此 经典女孩成员兰兰也在IG上贴出一系列美照 坦言说不难过是骗人的 从热身赛到今天每天的团练 集合 应援团队好像就成为了一个大家庭 就在要开始习惯彼此存在的时候结束了 文中兰兰透露活动结束后 当他从台中搭高铁回台北的路上 每一站都遇到要下车的球迷对他说 辛苦了谢谢你们 感性喊话也让他原本想忍到家中释放的情绪瞬间瓦解 当场在车厢内溃提 即使输了比分还是放声呐喊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跟着我们努力加油 即使喊到喉咙沙哑 跳到小腿发言 这一声谢谢你们 一切都值得 贴文一出立刻引起网友热议 纷纷留言 辛苦了你 我们是永远听台湾 各位让世界棒谈重新认识台湾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努力不懈为中华队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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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